大家好 我是刘语员 骑自行车 由新疆昨天半夜来到了这么一个服务区 搭那个帐篷 就在后面那个铁棚 这边呢有吃饭的 也有住宿的 非常的nice 今天这个太阳也非常大 你看后面就是星空帐篷 看一下这边吧 然后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图库217 磨道 但是我呢想走小众风景啊 就沿着这条 沿到101国防公路啊 进发先去吃个饭走 我还以为这边白铁人会很多 想不到人也不是那么多 这里啊 这个中午饭啊 一身都没有一点脂肪 全是鸡肉的时候 排骨 够不够 够够够 这个这个 不好意思 香菜也有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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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再给你放啊 香菜 黄瓜 各种调料 花生碎 给它拌一下 中午啊 中午啊这里吃了一份凉面啊 这里又买了一个小西瓜 现在往埃及海大峡谷出发了 就是101省的往这个山上面一路上坡走 爬了几百米的山路啊 终于可以看到昨天露营的地方了 下面也在修房子 看一下这边 接下来 一路的塞路啊 飞行车会提起来比较的吃力啊 终于远离了217国道了 来到了省道 101 但是这边的话信号不是那么好 因为毕竟是省客吧 看一下这边的困境 上筛容易下筛埋啊 看我如何快速的 几乎垂直的筛体下去 别滚下去了 幸亏它这种有这种 一节一节阶梯状的 这样子才能下 有塞的地方一般风景都不会 太差的 这里离塞顶还有十多公里吧 一直往这塞顶啊 爬上去 刹车一定要领领 一个缓下坡 最后一节目的 就像是在这季章里面 鸡肉 一年 二年 二年 是 三年 一年 一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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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